嗨,我是Alan 接下来咱们讨论的是指数族与斯克莫德函数它们之间的关系 斯克莫德函数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函数 它来自于就是说FG曲线或者说是Logist2或LogistD它的前身 好,咱们开始探讨 好,刚才咱们负了那么大劲 出现了斯克莫德函数P等于1加上1的负印字方分之1 好,我这里把它清一下 咱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把它出到底 把它拿过去 然后 好,那么这里面我会写成指数族与逻辑回归 好,这种模型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比如说我们还是用律师的比例 我定一个函数Fx等于1加上1的负x四方分之1 好,这是个跟我们咱们刚才的比如P等于1加上1的负印字方分之1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啊,我把它变一下它的这里面的变量就是印字方 是吧,变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它了 好,把它啊,这是引出了这个公式的话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啊,认为什么呢?比如说对它怎么去求导 这个东西 这个求导呢,比如说啊 我们因为写作F的U比上V的导数等于什么呢? 等于UV导数减去U的导数V比上V方 对吧,然后把E看的UV当中 看作E加上E的负印字,就变成1乘以1加上E的负x四方的导数减去0乘以1加上E的负x的导数 它的一个式子,然后比上1加上E的负x扩下的平方 是不是,然后呢,这项就没了 因为它0成正乎都等于0嘛,就没有了 然后的话简,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就会等于1加上E的负x它的一个导数比上1加上E的负x快下的平方 好,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根据练习法则呀 它的它的加链这门法则呀 它等于各自导数之和 我就会变成1加上E的负x快下的平方 分之E的负x 好,我们就到这步了 E的负x 在这里面写一下 因为fx我认为它等于1加上E的负x分之1 好,刚才咱们得到的是对它求导 E的负x等于1加上E的负x分之E的负x 我可以把它分别是写开 1加上E的负x 然后呢,分之1乘以 比如说是1加上E的负x分之E的负x 对吧,这是一样的,分布做了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呢,好 好,我咱们这块呢,继续把后边进行一个划解 比如说,等于1加上E的负x分之1乘以 1减去1加上E的负x分之1 它等于什么E加上E的负x分之1 是不是fx 乘以1减去fx 好,咱们费了这么大劲 得出这么一个漂亮的推导公式 好,这是咱们在后面 第一步就完成了 在后面再推其他的一些函数 罗继绘会他的函数设置他一个 推导过程,算法过程的时候 会直接用到这个结论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结论 好,这就是咱们要探讨这么一个内容